經濟部昨天有個非常非常大的動作 就是開了一個記者會 宣布說整個等購費率的方案 要從本來已經預告的5.1 又要增加到5.516 而且本來已經取消的 前高後低的階梯式費率 現在又要恢復 那本來限制發電量3600小時 現在要增加為4200小時 這幾個訴求 通通都是四大風電廠商的要求 他們揚言說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要求的話 他們要退出台灣市場 這是在去年的12月4號 風電廠商所開的記者會 在經過了一個多月之後 中間當然包括了 彰化縣政府的新任縣長 王惠美上任之後 技巧性的卡關 這個申請函沒有發出去 本來以為這件事情 可以大家重新再來談 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來處理風力發電的問題 但是現在經濟部一個大轉彎 就是又要回到所有風電廠商 所要求的條件上面 經濟部的次長曾文森說 國外的開發商千萬不要放棄 你們要求我們通通都答應了 麻煩你們再趕快回來繼續開發 那至於彰化縣政府的 這個許可函的問題 經濟部的能源局長林全能就說 現在已經請律師研究 就是直接由能源局 來發出籌設許可 完全的跳過彰化縣政府 要拚什麼 拚春節錢發出 昨天開記者會說 拚春節錢發出 也就是說我三天內 我就會給你的許可 而且條件就是照你要求的條件 要到5.516 而且前高後低 其實前高後低 前面10年的價格 可能可以到六 七塊左右 所以這就是 完全是風電廠商的一個要求 我們真的需要花這麼多錢 去做風力發電的開發嗎 綠能大家不反對 再生能源大家不反對 只是這個投資 是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中間沒有任何的弊斷嗎 我今天早上 我跟曾民中委員兩個 就針對這個事情 還有針對勞退基金的時候 我們開了兩場記者會 針對這一場 我先講一個前半段 在第一章 在去年四月份是資格標 你知道達到資格四家 我通通讓你來 一度電子多少 5.8元 事實上在一年多以前 我對賴清德的第一場知識 我都可以講 我兩年前到英國去看 碰到了有一些我們的僑伯獎 英國在尤其是丹麥 這個荷蘭那邊發電 風力發電2塊5 他們用5塊8 我一直質疑他們 而且那些僑伯給我講說 誰誰誰可能會得標 果不其然 這個時候都在議會 在立法院有記錄的 然後到了隔了兩個多月 在2018年6月份 他用價格標 一度電多少錢 2塊5 請問只有兩個 隔了兩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為什麼從5塊8可以當到2塊5 給我們大家一個理由吧 我想很多報紙的社論 都在指指這個東西 這個來回一擦 擦了一兆多 很可怕 我們再看了 所有你要經過 你要經過 有幾個單位的合作 第一個 內政部營建署 第二個 農委會的漁業署 要經過他們兩個合章 再加上 當然因為你那個電纜線 要從彰化上路 因為你要彰化縣政府同意 彰化後來 他們在去年12月初 不管是內政部營建署 漁業署 都是快馬加鞭的 效率非常的高 如果說效率 都這樣那麼高的話 中華民國在 蔡英文執政這兩年多 早就做出很多事情了 破天荒 效率很高 然後逼迫 逼迫當時的魏民鼓 魏民鼓 我們大聲的喊 不可以 他那時候已經選敗了 可是他的任期是到 去年的12月24號 我們大聲的要求 你不可以簽 你不可以土地廠商 你做歷史的罪人 果不其然 他不敢簽 王惠美上來以後 他當然 這攸關到全民的福祉 這個錢 不是政府拿出來 是從我尼我口袋裡 拿出來的 結果當然沒過 沒過的話 就變成什麼呢 一度電啊 就不是五塊八咯 就五塊一 這時候 這個四大的廠商啊 就擺架子了 說我要退出了 有種就退嘛 有種就走嘛 因為我們有兩塊五的電嘛 因為有標到第二批 有兩塊五的電啊 對不對 結果呢 這時候經濟部 我是覺得 就是在土地廠商 說你們拜託 你們不要走 還講了各種的理由 現在他膽敢說 他自己就直接宣布 不經過彰化縣政府這一關 他敢做 我就到監察院去告他 我就到法院去告他 我跟大家報告 從五塊五 從五塊一升到五塊五 二十年下來差多少錢啊 差一千三百八十億啊 這些錢不是小錢啊 這些錢也不是 也不是這個 這個經濟部長的錢 也不是經濟部次長的錢 是你我大家的錢 我們每個月掏錢 掏錢去養這些 養這些官商土地的廠商 你我覺得公平嗎 我再跟大家報告 他用平均的 我前十年 我用六塊多 後十年又用四塊多 你為什麼不可以跌倒過來呢 我先收了錢 光我的利息成本 就多賺了很多錢啊 十年他的大概 他的回收大概都已經回來了 這時候他兩手一攤 若不干 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些官員 那時候不再是部長 也不再是市長 他膽敢做這種事情 我呼籲我們全體的國人 當我們到法院 我們到監察院去告他們的時候 大家通通都走出來 去告他們 這些人就禍國殃民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受制於外國廠商 我真的認為費委員要去告 我陪你一起去告 尤其監察院 其實已經介入調查了 這個東西到底 有沒有跟政府談好要回扣 我跟大家講 光是之前講好的5.1塊 已經是大大圖利的這些外商 你今天講得非常奇怪 政府現在講什麼 政府現在講說 我們的風電 有助於我們冬天減少空污 對不起 當冬天沒有風的時候 就是空污最嚴重的時候 所以你說風電要減少空污 風電根本就不是拿來取代 這些煤電的 對不起 風電是拿來取代核電的 所以你去看他再生能源 所有的占比的20% 就是完完全全拿來取代核電用 我們的煤電也好 我們的天然氣發電也好 一點都沒有辦法減少 剛才費委員也講了 整個大台灣是一個 不可分割的電網 當你今天北部用電量占40% 你不得不中電北供 而你北部又堅持不肯用 核一核二跟核四的時候 你今天完全要靠彰化外海的風電 來透過你這些電網 這些電力輸送設施 其實是增加供電非常大的風險 這些供電如果一旦供不到的時候 不要講這些風電 我已經一再的講 夏天的時候 它的容量因素只有6% 各位 6% 你沒有圖利外商的情勢在裡面嗎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你今天花了這麼多的大錢 你說今天離岸風電 可以提供200億度 對不起 200億度是什麼 就是一個核四 兩座機組的供電量 明明就已經不用再花多少錢 可以提供全台灣人200億度 你今天非要去花了全台灣20兆 去搞離岸風電 然後還把費率再全部給他恢復 你到底受制於這些外國廠商 什麼東西 你今天繞過彰化縣政府 你就是要蠻幹到底 你到底談好了多少回扣 你到底有什麼把柄 在這些國外廠商手裡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那個時候中日戰爭 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 我告訴你今天離岸風電 離岸風電簽訂的 比我們那時候的庚子賠款 是庚子賠款的三倍 然後是甲午戰爭賠款的六倍 而我們今天沒有發生任何戰爭 我們沒有被這些外國人 拿著兵力瀕臨城下的時候 我們要花這麼多錢 那個時候中日戰爭 簽訂馬關條約 學者專家說創生劇透 而國人魅於時事 對此重大之國齒 有多未勝 了解 就是不了解這些事情 我覺得今天全台灣的人 真的是被民進黨當傻子賣了 還不知道 這些錢以後造成 光是離岸風電的部分 造成每一個家庭 每年多8000塊 整個能源轉型造成每一個三口之家 每年多2萬塊的電費 很嚴重的 而且未來20年持續不墜的 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好像 現在很多年輕人封什麼太陽花也好 封什麼各式各樣運動也好 怎麼不來封 怎麼不對這樣子 一個喪權入國的事情 年輕人你不站起來站上街頭 這才是對未來台灣整個 能源供給產業發展 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 不應該只有少數人 關心這件事情 因為風電廠商 很多都是跟國內銀行貸款 而且是無擔保貸款 無擔保貸款 也就是說前10年他撈保以後 他後面透過世古的手段 他錢賺保保 他就跑了 最後國內銀行的呆帳 也是國人要承擔 如果以轉型 能源轉型 一年多花1000億來講 我寧願你把現在的電費 就提高 提高到你去買這些離岸風電 要增加的電費數字 一年1000億 你支付哪一個年金改革不夠用 你勞保的加軍工教的 全部打死 如果再提高一點 你這個基金的效率 你去經營的效率以外 1000億支付什麼都夠了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 喪權入國到這種地步 把台灣人的錢 全部都凱子一樣 去孝敬這些離岸風電業 你看到 剛剛隆介兄在講 他給農民倒閉 你跟他說他是賣辦 你不能篩純你又興契 人家來幫助這些農民 你政府沒有載掉 你跟他說他是賣辦 馬英九時代 不會農產品 農法做生理 你說怎麼樣 賣台灣 那你這個呢 錢的這樣子 彰化縣政府在省錢 結果你是把台灣老百姓的錢 我們今天順順的費工錢 你都不會給外國人 外國的這四大風電商 召開記者會 揚言推出台灣市長 你政府部門出來 你就要搖尾其連 跟他說拜託你不能走 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剛剛我們就講了 韓國瑜市長在做 高雄市的農漁業場比的時候 民進黨綠營市的民意代表 講什麼 那只有2%多而已 說實際上 收錢你就不完蛋 你跟我說你大錢 你現在有辦法 剛剛惠婷有講 封電是6%是不是 對 夏天容量因素只有6% 同樣的 你就譬如說農漁產品只有2% 你這6%而已 你是在經濟什麼 同樣的 剛剛也講 高雄市政府負債這麼多 告訴你中央 不你也加一些統籌分配稅款 給我來改管 高雄市的財政問題 所以你說自己想辦法 這個彰化縣政府 他有他的一個地方自治的權限 結果你全都擺過 你都不尊重他 該尊重你不尊重 該關懷你不關懷 結果你都跳過人過 都你在說的 所以說我想說老百姓 你真的要思考一下 是誰真正在愛台灣 真正在愛台灣 農漢這種在幫助農民的 在銷漏的這不真愛台灣 真正在賣台灣的是這種 五塊一變成五塊五 接下來四環成員 你又說你不要走 人家給你撐一下 你就說不要走 你就舉雙手投降 那是誰在賣台灣 所以我就覺得講說 這個政府 你一上任講說我們的財政困難 接下來你這瓶毒那瓶毒 接下來要選機 你說我歲數多了 我要噴紅包 人家跟你說的時候 你說我要針對弱勢 真的開就叫我變成槍 你說亂武 所以說我今天講坦白 真的人民老百姓要是非 真的不對的 你就應該要換 不要再講說 剛剛慧琳也講 你覺得說 這個簽訂兩岸的貨罵服罵 你就說什麼 你就太陽花 不然現在你也給我撞一根風吹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看到 一兩千億 是不是 讓我們多花一兩千億 不然這麼少人家 大家也出來 一人嚇一支風吹 風 這一個小風吹運動 小風吹運動 對啊 小風吹運動 是不是要來抗議一下 所以說我講坦白 真的 不能這樣亂武 怕怕順順的火鍋 大家要輸扣一下 離岸封電 當然沒有問題 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問題是他用什麼方式 要花多少錢 前面細節大家都講了很多 現在吵得最大聲的 就是丹麥的廠商 叫做臥序 丹麥自己的離岸風電 收購價一度不到五塊錢 這兩年甚至還有一度不到兩元的 風廠競標電價 怎麼會到了台灣 就要這麼高的價錢 剛剛這個委員說 可能考慮要去提告 縱使他白白的送力 就是白白的把一堆力多送出去 我姑且不要說 他這個圖利廠商好了 問題是 我們倒是應該要去思考 是不是因為他們一直把 2025非核家園 當作神主牌緊緊抱著 而且他說要用20%的再生能源 當成目標 我們大家張大眼睛去看 20%的再生能源 就是用光電 風電來補 經濟上最可行的方法 就是我拿全民的錢 去補貼廠商 讓他們願意開發進駐 才進駐這個可能性提高 所以問題就是 把全民當凱子 去成就民進黨的那些神主牌 這是我們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臨時